但是我如果結婚 我沒有結婚的話 我覺得多交幾個 其實是OK的 那是一種交往過程 可是你真的結婚 我們還是有一些道德 所以為什麼 每次結婚都很快地離婚 因為我沒有辦法 承受那個道德太久 因為我不願意 不願意對道德對不起 所以我還是有良心的 那我覺得你這麼誠實的講 你旁邊的女伴 或是你以前的結婚對象 也都知道 他們沒有跟你抗議嗎 不會不會 沒有想要改變 所以我幾乎 交所有的朋友 女生朋友 都不會太恨我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一開始就沒有騙她 一開始就知道 我常講一個不好意思的就是說 我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你們都是股東而已 我不是獨資啦 對啦 那就看你股份多一點 對啦 像那個文靈 我一直叫她招股 她都不進啊 沒辦法